當我組裝好這部FT86時,有人問我如何調整八字腳 他們問我如何安裝八字腳 今天我想講解一下如何調整八字腳和安裝八字腳 好,需要的工具,先放幾件就可以了 首先買一把大鎖,鴨窯街都可以賣,不太貴,只是幾十元 鉗,買一把剪鉗,砌模型必須要的 還有兩把原鎖,這些鎖都是在深水埗買的,十幾元 那如果你多一點錢,貢獻你的心靈給模型,你也可以買一把電鎖回來用 現在香港最接近這把,就是Model來有一把,在英明那裏有賣 那把鎖比較小,但如果你想好一點的,我會寧願去鴨窯街花多一點錢回來 花多一點錢,買一把限濕電的,那把都是三塊有找的 那你自己個人喜好,那些,好啦,為何要買這把,待會要用這把東西呢 待會我會示範的,那好啦,首先,我就拿了青島的R34 那套避震出來用,那其實它和S14那套避震都一樣 那差不多了,那好啦,開始先 那如果我一開始的時候,你也可以看到,這個位置是直的 看不看呢? 這個位置是直的,那好啦,我加工之後錯過,就變成一個斜面的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是斜斜的的,這裡 那其實這個位置是直的,其實我錯過之後呢,它變成一個斜面的 那你也可以,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對啦,不要緊啦 因為它變成一個斜面,那為什麼這個位置是要錯斜的呢? 因為這個位置,我將會裝這個斜面上,這個東西,之前是一個斜面 那我就形容它做斜面 那你要裝這個斜面上去 那裝了上去之後呢,如果你斜了的話,它這樣裝上去,就會一起斜,就有八字腳 那因為這個東西是裝了斜面用的,那... 那裝了上去,裝了整組裝上去之後呢,你再裝上去,你就會看到一個很明顯的效果,就是斜了很多的了 那好啦,那首先,你要拿,我先拿直的那個回來,欸,直的那個在哪裡呢? 直的那個就在這裡,那直的那個呢?我先拿直的那個先啦 那你就拿一把錯,那記得買錯的時候,買一把大的,它是足夠可以遮蓋整個面 如果你就這樣買一把小一點的錯,它是做不到,即是它會有機會不平衡的 或者是一邊會斜,斜了一邊,那你的滑就會歪掉了 那...好啦,那... 那...準備錯的時候,那你就問自己,我想怎樣錯呢? 我想八字又去到多少角度呢?那你就自己調一下錯吧 好,你當你把坐在那輪子,這樣調到那麼多的,那就可以錯了 錯錯錯錯,錯錯,錯完之後呢,你就會有這個效果的了 好啦,現在你應該會看得清楚很多 那現在你也會看到它是斜了一邊的,這個 那這個就是你的滑的那個八字的角度了,那這樣 好啦,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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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拿去原創的裙子出來 那你就剪掉一把鮑魚啊,剪掉一把碟啊,這樣 然後剪掉一把碟的子,就剪掉一把里子這樣 剪掉一把碟就收了差不多,還可以剁掉一把片 那你也覺得你記得這個位置要小心,那裡可以陽長一下 你還誇張了這個啊,因為呢,你將會放在那裡的 還有,那一件事,就是...這個不是那個電動的 那這不是把一把那個比較受 qued ner的 記得用砂紙散掉電腦 不然它吃不到膠水 你也看到我這裏是散掉電腦的 等下它能否焦點 你也看到我這裏是用砂紙散掉電腦的 因為這個將會放在地震那裏 那你不散掉它就不黏 好了,我剪到差不多這樣 好,裝上它 塵膠水上這個接觸面 再吸收這東西上去 你也看到一個明顯的8字效果 那你也想像到這裏是8到幾多的 因為有時候它不進去 或者凸得太多 它接觸不到這裏 有機會是它躲口釘 它躲口釘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但這個位置已經很厚 那要用一把的話 再放置一把 就再放置一把 如果不然它接觸不到 那這個東西就黏不住 就會很容易脫掉 這樣記得 那把它放置一把 那這樣就記住了 好吧,把它放置一把 那好吧 有兩把 這部我可以在田冠的S2000那裏抽出來 這個我可以在田冠的S2000那裏抽出來 這部我可以在GGTC的NSX抽出來 這個是加工前,這個是加工厚 那好啦,為什麼我會用這把東西呢? 爛的我也是 我要開大個洞 我要開大個洞 來弄到它有沒有這麼大 而塞到這裡 這樣 這樣吧 好啦 不開始了 我也是聰明一點 這樣 進去 有沒有這麼多洞 之後就轉回一把帶出來 轉爛去 或者 如果你由開始的時候 你沒有那把 這把 電鑽仔 那你就用這些 經濟一點 去鴨苗街買兩把 30元都不用就可能 我不知道現在啦 我那時候買很便宜 那這樣就慢慢 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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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挖到差不多大的時候 然後轉用這把 再來 直轉去 變得好像這麼大 再轉到一個洞 一趟 轉進去 就進去 你看到這個 分別 這個兩個把的運動 essay就是這樣 那好吧 抖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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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 那我會預把這個洞比較大 因為另外,如果這個洞太小 gripe 弦 會 Save 回光 它有機會不能動到我的滴滴 或者它一轉的時候會掛著滴滴滴走 那滴滴滴就跟我的滴滴一起走 這個要記住 最後一個步驟 貼上滴滴滴 很多時候 如果我買滴滴滴 或者我要找一些漂亮的滴滴 我很多時候都是找孖星的 孖星是差不多數一數二最漂亮的 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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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它自己的19寸靈會比較奇怪 這樣是你自己的限量 那我就弄好了 貼了一枝蓋上去 上我避震的造型那裏 看得清楚 這樣就這樣 之後我放進去 看看可不可以 轉到的 沒問題 還不太帥 OK 這樣 之後再對一下 看看八字是否正確 好帥 鼻震是直的 我放在手上這樣看 看看是否明顯 鼻震是直的 但旁邊已經是8了 你也很明顯看得出 你看得出 很明顯是八了一邊 已經 這樣 八字就是這樣做 譬如你自己做 都是約摸五分鐘而已 不過可能這個步驟需要一點時間 就是你調整這個角度 其實幾分鐘就完成了 那你不用每次用漂亮的 你用普通的 都可以做 真的都可以的 那我自己 測試一些 就會把漂亮的 回來的 那 譬如你 簡簡單單的 這些都 普通的都可以的 還有 為什麼我會這樣介紹 分享這件事呢 因為這幾年都 青島出了很多飛仔車 那飛仔車是用來做什麼呢 是改的 那你改 你都是換頭 又是換輪 但可能有時候 他又給不到八字腳 那你就自己做 那 這個 這個 這個步驟呢 應該 富士島做到 青島肯定得 那 田冠就蠻蠻地了 田冠就蠻蠻地了 田冠我還在研究中 如何可以調到八字的 還有 如何可以調到八字 還有 可以把 裝到 弓鈴 再轉 做 裝那鈴 那這件事我還在研究中 那我研究到的時候 我會和你們分享 那 還有 他 對 他青島這幾年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已經一早給了一些 搞壓避震你 特別VIP 那些 風田的VIP 他是給了很多 選擇你的 也有 有些 搞八字腳 那你也不用做我這個步驟 但他有一些舊一代的 模型 是沒有這件事給你的 他只會只有 後面八字 前面沒有 那這個 所以你就要用這件事了 還有 R34 他也是沒有八字給你的 R34 飛雞 這一類 都沒有 那 Tracer那些都沒有 那你就自己慢慢搞 Tracer改的時候 八字腳 也要小心 那 前輪 後輪 改到 前輪 你要做很多事才改到八字腳 那這件事你要記住了 那我有機會我都會示範給你們看的 那 好啦 那我今天說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問題呢 可以 Private Message我 PM我在Facebook 那 那 如果 最好留WhatsApp 最好留電話給我 那我可以 在WhatsApp那裡跟你聊 如果你打中文給我的 我會留回英文給你 所以 如果有時候 這樣的情況下 你只好留回 嗯 留回 電話給我 我WhatsApp你 那今天說到這裡 有什麼東西就 Private Message我 拜拜